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念一首童诗 这首童诗是在《谁在床下养了一朵云》 是林诗仁老师的童诗作品 今次听下出版社所出版的 好,这首诗它叫《卡丽卡拉吃点心》 夜轻轻,风轻轻,卡丽卡拉想要吃点心 吃什么呢? 太阳太烫,月亮太冰 大小星星刚刚好,沾点海水更可口 一颗星,两颗星 卡丽卡拉吃掉好多星 一颗星,两颗星 星星眨眼睛,谁来救救我 夜凉凉,风冷冷 卡丽卡拉张开大嘴巴 还想吃点心 吃什么呢? 地球太大,石头太小 大小山巒刚刚好 沾点月光更可口 一座山,两座山 卡丽卡拉吃掉好多山 一座山,两座山 大山小山哇哇叫 谁来救救我 夜黑黑,风冰冰 卡丽卡拉张开大嘴巴 还想吃点心 吃什么呢? 楼房太硬 河水太软 大小街灯刚刚好 沾点萤火更可口 一盏灯 两盏灯 卡丽卡拉吃掉好多灯 一盏灯 两盏灯 街灯拼命眨眼睛 谁来救救我 不要怕 不要慌 宇宙大侠吹来了 卡丽卡拉吓得转身逃 逃啊逃 追啊追 卡丽卡拉逃到哪 宇宙大侠追到哪 海底下 踢出来 阴影下 揪出来 卡丽卡拉好害怕 干净分身千万千 变得小小小 到处躲 四处藏 藏得无影又无踪 夜深深 风轻轻 宇宙和平又来到 宇宙大侠 骚骚头 咦 卡丽卡拉就进躲去呢 噓 偷偷告诉你 不在保险箱 不在床底下 就在小小的洋芋罐 你不信 不信 打开洋芋罐 一片接着一片 你听 好 我的同事念完咯 拜拜